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 成功进入一个巨型木结构 荷兰著名探索家格利特·艾顿称 他有大量实时显示 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上发现的木结构 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探险队分析认为 亚拉拉山上气候严寒 3000多米以上从没有人类建屋居住的遗迹 土耳其中的木材屋居住的地方 Mr. Yuen? 對 你看到兩邊都是牆,是木 但下面呢?下面是不是木來的呢? 我都看到旁邊的都是木的 這個都是順悟的 我已經進入了方舟的陪系的內佬 我看到的呢,就是一條木的樓梯 這裡是一條木的樓梯 聽到嗎?有木的聲音 好,我帶大家盡望上去上面 上面,看到一條木? 這裡一條木 這裡一條,差不多兩三米的長木 這裡一條木 這裡一條木 好,走吧 這裡一條木 這裡一條木 好 好 好 放入了嗎 好 280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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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首先最初 我們其實是一個製作機構來的 拍很多紀錄館 在香港我們有一個主題公園 就好像一隻羅亞方舟的形狀 根據聖經裡面所記載的尺寸 其實前些年就曾有科學家宣布過類似發現 但一直未得到考古界的認同 儘管如此 有報導稱 土耳其當地官員對此相當重視 你將來把發現申請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北京台報導 從此 諾亞方舟也許不是一個傳說